看来 这兴许是一把 能撬开整个案件的钥匙 我已经把这个手机里的备忘录 倒到电脑里了 8月23日 就是韩德生去世的那一天 九点半立会 十二点明楼聚会 下午聊天总公司视频会 晚上十点 十三钥匙 你们说啊 一个快要自杀的人 怎么会把当天的行程 挨盘得这么满 最后一条 二十二点十三钥匙 这什么 还设置了闹钟提醒 会不会是 去哪儿要记得带钥匙 他当天的死亡时间 是什么时候 8月23日晚上十一点半左右 那也就是说 这一条是最接近 能出事的时间的 但是他要去哪儿 带什么钥匙呢 你们看 8月2号也有一条 二十一点十三钥匙 7月25日下午四点钥匙 钥匙这个词反复出现 尤其在他生前 最后的三个月里 看来 这兴许是一把 能撬开整个案件的钥匙 两台电脑的文件 我已经复制下来了 韩德生的电脑 虽然是加了密 但是除了工作文件以外 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再就是韩松的电脑 上一次开机的时间 是上个月 好像也很久没用了 你检索一下这两个电脑 把所有关于钥匙和十三 这两个关键词的东西 都整理出来 什么 我让你检索一遍 不是 不带你这么坑人玩的 什么莫名其妙的关键词啊 你这还不如让我检索个 逗昊德了 我是认真的 谁逗你玩了 那你还不如逗我玩呢 快点 来了 我们终于联系上一年前 经手韩德生案子的警察了 他现在在一家安保公司 答应下完以后跟我们见一见 柯佳明那边还有什么线索 说是韩松的电脑 已经一个多月没开过机枉 我觉得想要从那儿找的线索 希望很渺茫 手机里也没有什么线索 浏览记录里面也没有什么 特别关于十三 或者钥匙的那种 问题是 韩德生案发时的遗物里面 偏偏连个车钥匙都没有 安保公司首席运营 厉害啊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们到公司来坐坐 哦 对了 你们这次叫我来 是想了解一下 当年的一个自杀案 对 去年8月23日 旺新过节天桥自杀案 死者叫韩德生 你还记得吧 有印象 我记得 这个案子 是我离开公安岗位 办的最后一个案件 我是十二点左右接到了报案 我是十二点左右接到了报案 赶到现场以后人已经死了 进来 赵队 嗯 死者是从墙上坠落而往 然后 身高大约一米八 体重75公斤 死亡时间正在查 行吗 现场正好有高速摄像头 所以我们开始排查 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 那后来就查到目击证人 这个就是当年的案件档案 对 后来就找到了目击证人 齐宇 我们根据法医推断的死亡事件 对时间范围内所有的车辆 进行排查 最后根据车牌号码找到了齐宇 齐宇驾车经过天桥的时间 是最靠近韩德生死亡的时间的 齐宇也能够证明 那时候桥上只有韩德生一个人 齐宇就是石垣控骨 齐天祥的孙子 这天晚上他正开车兜风呢 那他竟然看到了 为什么不报警呢 他的证词是这么说的 当时他开车经过天桥 突然有一个重物从天桥上坠落 他不知道那是个人 后来他看新闻报道才知道 是有人坠 回想起那一幕 他认为是韩德生自己 从桥上跳下去的 尸体是后来经过的车发现的 我再问一个啊 韩德生当日的手机行程 跟以往一样排卖的备望 但是这对于一个要自杀的人来说 好像不怎么合理啊 你们对这一点当时有没有怀疑 这些我们都调查过 包括韩德生当天用公共电话给家里打电话 还有其他的行程 你们应该知道 一个人如果想自杀 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 包括目击证人的口供 我们很难推断这个案件是属于他啥 哦对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时韩德生的工作好像出了些问题 从尸检报告来看 死者的血液里带有大量的酒精 后来我们从家属的口供里得知 死者出门之前确实喝了不少酒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案件应该属于自杀